世界上最美的别墅 20世纪最上镜被拍摄的最多的私人住宅 流水别墅 仿佛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宫 整个别墅就如同岩石般生长在溪流之上 建筑与周围的溪水 山石 树木相互映衬 浑然一体 构造出美轮美奂 令人叹为观止的境界 其设计师赖特是举世公认的20世纪伟大的建筑师 20世纪的米开朗·奇罗 说起梦境般的流水别墅 还流传着这么一个故事 话说赖特在拿到雇主考夫曼支付的设计费之后 9个月没有动笔 突然有一天考夫曼来电话 说他途经赖特的工作室 还有两个小时的车程就要到了 不知道别墅的草图画好了没有 赖特异常平静 就在考夫曼到来的两个小时之内 准确而完美地画出了流水别墅的草图 如果你对日本的服饰会有所了解的话 你会发现流水别墅的草图 跟葛世北斋的小野瀑布 意境极其相似 没错 与莫奈 梵高 高庚等许多西方杰出艺术大师一样 赖特的设计哲学深受东方美学的影响 赖特在自传里是这样形容的 与任何死去或者现存的欧洲文明相比 日本的艺术更清静大地 更忠实地体现一方水土的生活与劳作 因而也更具有现代性 流水别墅正是赖特设计哲学最淋漓尽致的体现 尽管它远在宾夕法尼亚州的郊区 但每年都有超过13万的游客访问 流水别墅于1976年被指定为美国国家历史地标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的百年世界名建筑中 流水别墅 名列榜首 是人类建筑史上一个伟大的里程碑